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活祭的节目 在这几次节目时间里头 我一直跟你思想和讨论有关两种人的事情 而圣经也一直没有给我们正式的名字 他们就是旧人和新人 这两种人就是旧人和新人 旧人是受了迷惑之后 或者说被撒旦的谎言所骗了之后产生出来的 当我们受了试探之后 就产生出私欲 私欲就生出罪来 最后罪就生出死亡 这就是旧人堕落的经过了 这旧人有两个特点呢 一个就是腐败的 无论在灵命道德上或者身体上 都是败坏的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背叛 我们每个人都有背叛的性情在我们里头的 现在新人是神创造的 是从神而生的 也是神的道所造成的 在这个新人里头 神又再次的回复神的形象 因此这新人有人意和圣洁 这就是新人的特点了 那么新人有圣洁永存和不朽坏的特点 那同样呢 神的道也是圣洁的 永存的和不朽坏的 这道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并且活在我们新人的里头 好了 现在我们来一起思想一下 该怎么样去栽培这个新人 怎么样把新人带到成熟的地步 和怎样完成神的旨意了 让我们再次翻开以夫所书来看一看 以夫所书第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这段经文里头啊 一直是到目前为止 我还有一节经文 没有跟你讨论和解释的 那就是第二十三节了 我们来听听 这一段经文是怎么说的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活 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心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在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之间呢 保罗向我们指出啊 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心 我们要完全改变我们的心思 这个改变呢 一定要借着圣灵 才能够完成的 因为心智是讲到灵里面的事了 其实我们的心智已经受了撒旦的谎言 所欺骗迷惑了 受了他的控制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圣灵来改变我们的心智 我们才能够脱离撒旦的挟制 真理的灵 能够带领我们明白神的道德 那同样呢 保罗也在圣经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 这样对我们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 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和喜悦的旨意 保罗提醒我们 不要依从这个世界 不要让旧人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做主 要变化 寻求神的心意 叫我们里面的心人 有长大和渐渐的成熟起来 当我们的心智有了更新的时候 就会有变化了 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和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里头啊 分别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那就是圣洁的工作 把我们的心思更新过来 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八节 再进一步的讲到心意更新之后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在这节经文里头 他为了以弗所教会的信徒 祷告父神说 并且 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 他的恩赵 有何等指望 你看啊 这个指望的恩赵 就是新人 长成的荣耀目标了 要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心灵的眼睛啊 必须要被照明 那本来我们的心是活在黑暗里头的 圣灵就把真理的光带给了我们 透过神的真理 我们心灵的眼睛就能够被照亮 看见父神 在我们新人的里面 所做的工作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保罗要指出来的 也同样是圣经里头 给我们指出的了 就是圣灵界的神的话语 去照明人心里的眼睛 就正如雅各书的第一章 二十二到二十五节的经文所说的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堆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 谁只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 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行出来 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神的话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了 圣经刚才说了 叫我们知道一个全被的和自由的律法 当我们行在这个律法之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所行的事上得到顺利 这面镜子也让我们看见两个性情 那就是旧人和新人 首先它展示我们本来那个旧人的面目 就是好像那强盗巴拉巴一样的 满身的罪污 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犯人 但是如果我们肯接受和相信神的应许 这面镜子也只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成为新人 正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十八节那儿说的那样 我们众人既然躺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那保罗在这儿说的是 变成就是在先前所讲的心意更新呢 当我们往镜子里头看的时候啊 我们看见神的荣耀 祂的话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的 把我们本来的面貌照明出来了 叫我们靠着圣灵去改变我们的心意 这就是神要改变我们里面的方法 借此神再次的恢复了他的形象在我们里头 而且荣耀加上荣耀 圣灵在我们看这面镜子 也就是说神的话语的时候啊 才动工 叫我们的心意有所变化的 那新人是怎么样在我们里面长大的呢 那就是当我们的旧人渐渐的消耗 这新人就慢慢的成长了 这正如主耶稣的开露先锋 施洗约翰所说的一样的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他就是指的耶稣 他在我们里面兴旺起来 同时 我 就是说我在里面那个旧人 必衰微 他们的增减呢 是成正比例的 因此 当我们旧人死了 新人才能够生长出来的 这正如我们上次思想过的 旧人和基督同定十字架 那么 如果我们用信心 接受神这样的论定旧人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在基督里活着 保罗同样 在罗马书的第六章 十一节这样给我们说 这样 你们像罪 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像神 在基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神对旧人除掉的这个裁决啊 我们要用信心去接受和相信神的话语啊 那我们就能够看出旧人啊 他的模样来 就可以把旧人呢 当作是死了一样的 但同时呢 我们像神 看自己 在基督耶稣里 却是活着的 好像一个新人一样的 我们靠着神的话语 一直的渐渐的长大成熟 那这样呢 我们就承认着新人 是进行着的 啊 进行着的 不是禁止的 在我们的生活里头 不断的 逐渐的 长进的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 十三到 十二到十三节 他继续说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彼此的身上做王 使你们顺从生子的私欲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 导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好 从消极方面来看呢 我们应该把我们那个老我救人的行动啊 和要求要完全的否认 完全的拒绝 把他置于死地 主耶稣从今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说啊 要舍己啊 要舍己 就是没有自己的主意 因此当旧人每次想在我们里头冒出头的时候 他老是说我要我要什么样的时候 有所行动了 那么我们就要向他说 不 我不让你再有所行动了 你是已经死了的了 那这是从消极方面来看的 那么极极方面又如何呢 那极极方面 我们应该是向圣灵表露我们自己 把我们整个的人都交在神的手里 当圣灵进入我们里面 又管理我们的时候 而我们又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新人就渐渐的长成 同时又神的形象渐渐的形成了 那所以当我们让圣灵进入和管理我们生命的时候 有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生出顺服来 与旧人的背叛正好是相反的 那这就是新人的积极的行动了 那实在是要感谢神了 圣灵叫我们里面的新人能够对神完全的顺服 不背叛神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那么在下次同样的节目时间里头 我们将会来思考一下神对新人的计划 因为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来说 神对每个人都有计划的 我们怎么样就明白这个新的计划呢 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呢 你希望知道吗 你能够明白神在你身上计划吗 那相信你是希望得到的 希望明白的 那么下次这个节目时间呢 希望你按时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 拜托 Ziel 轻・旻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